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 這兩年由於疫情影響, 澳門方面無論是賭收還是旅客量都是大不如前, 現在都陸續開始入不少中小期是預備倒閉不做的, 這個行冬期還要持續到何時呢? 今集澳門旅遊局做預測, 我們就一齊睇吓他們怎麽搞。 澳門旅遊局公佈了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格的檢視報告, 其中就預測道, 2025年澳門總入境旅客可以去到3600萬至4100萬人次, 疫情之前澳門旅客量可以去到4000萬人次, 旅客非博彩消費及旅遊相關在職員工、 酒店入住率都可以回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, 酒店客房數目是超過64800間。 報告指出, 相關數據暫時未考慮到突發疫情導致旅行限制, 出入境政策變化及經濟復甦速度及疫苗接種有效率等因素, 相信仍然可以有變化。 旅遊局於2020年年底委託研究機構對總體規劃展開檢視, 及今年的1至4月期間分別線上收集澳門市民或問卷調查訪澳旅客, 報告因應粵港澳三地推進落實大灣區規劃需要。 還有橫琴、粵澳深合區等新局面, 檢視及重新整理, 一共有91個行動計劃及包括14個遠景規劃及深化5個重點議題, 建議提升社區旅遊資源的困難力, 達至旅遊帶動中小企業及社區經濟協同發展, 區域合作上圍繞大灣區及橫琴共性旅遊資源, 迎合高價值客群, 及希望可打造、聯動、互補高端主題旅遊產品及路線, 分散城市內外旅客分佈, 在人流較少地區舉辦活動及開發新景點, 去加強具潛力客源市場旅遊大數據分析。 現在是2021年尾, 如果要去到2025年才回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, 即是嘩! 起碼還有三年多時間我們捱, 除了還有幾年時間我們捱之外, 大家都還要考慮一個問題, 就是政府預測準不準呢? 如果是不準的話, 還要再多一年又怎算呢? 而這份報告同時都講到, 是沒有考慮對出入境、政策變化、 經濟復甦速度及疫苗接種有效率等等的因素。 首先,就是出入境、政策變化這部分可以怎樣變呢? 因為現在來說, 就算是大陸, 難了批簽著下來, 但現在都有自由行, 而疫苗接種有效率這一點, 就好值得大家研究, 因為去到2025年時, 我相信, 如果疫情還未完的話, 可能已經是有人打了很多針加群針, 如果是照第一批打的人這樣來計算, 現在2021年就打第三針, 每年打一針這樣計算, 去到2025年可能已經是打了6至7針這麼多。 再這樣打下去, 那些人不知如果沒有打那些, 會不會當它的接種率有效呢? 還是要重新計算過呢? 而其實在去年疫情第一年時, 澳門旅遊局已經預測了, 澳門整體的旅遊是要用5年時間, 才可以恢復到正常, 所以我相信上邊的規劃應該是基於那時的分析去做。 如果是2025年開始變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呢? 我相信2024年左右就會開始有少少提前復甦, 但再講回頭先啦, 由去年開始, 澳門的應界畢業生已經是難找事做了, 跟著新招聘的人起身點一般都比較低, 再加上樓價就算是不跌, 但跟著通脹感有限度升, 對這批人來說, 未來的壓力都會相當大。 再講回, 如果是去到2024至2025才開始復甦的話, 這幾年所累積下來的應界畢業生人數都不少, 會不會在求職上就會出現一個增多足少的情況呢? 假設經濟在這幾年真是沒什麼起息的話, 那這個情況去到2023至2024又會不會特別嚴重呢? 雖然這個情況就不太有機會出現了。 現在政府所推動的新產業, 又有沒有可能補到這個缺口呢? 我個人就覺得比較難, 因為他們的專業都未必真的對得上政府那些力推的產業, 再加上政府就算是力推, 都未必一定是百發百中, 沒有人可以保證得到的, 即是沒有人可以保證得到哪一個產業真的可以成功, 甚至是有可能4個產業都不會成功的, 亦都有可能4個產業都成功的。 如果真的要去到2025年的話, 其實情況都幾下惹的, 所以我個人就不太希望, 真的到那時才可以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了。 今集就跟大家睇到這裏先啦。 大家有些什麼想說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咯, 我們就下集再見咯,拜拜!